晚上好 晚上好 谢谢三姐 三姐晚上好 哒哒哒哒 为什么看开播然后没有人说话呢 晚上好 为什么看开播没有人说话呢 晚上好风轻云淡 大家晚上好 进来的进来的家人们 打一波晚上好 让我看到你们的名字好不好 这是在哪里 不是在自己家里 没有在上班的酒店这里 我在酒店上班 家人们你在哪里工作呢 在我们的县城 在我们的县城 晚上好 我才刚刚开播 我是金枝 我不是四川 我是金枝 天都黑了 没有啊 你们那里天黑了吗 家人们 你们那边天黑了吗 晚上好 美女 晚上好 家人们 晚上好 叔叔阿姨们 晚上好 今天是星期天 今天是星期六 酒店 酒店做什么工作 在那个办公室里面 办公室里面 具体干什么 的话 具体也没有什么干的 天黑了 你们那边天黑了吗 家人们 晚上好 孟非碟 晚上好 吉林家 你你家远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因为吉林家 她 我不知道 但是她的 她的那个 不说 思思是谁呀 思思是谁 富哥有没有来看过你 富哥他在成都 前几天下来了 然后又回去了 你那天没有看到 我们直播吗 富哥下来的时候 对呀 我们这边天还很亮 新进来的家人们 帮我点点赞 好不好 谁好才刚开播 帮我点点赞 点点关注 行吗 胡文她不是一个 拍视频的人 她不是一个 做直播的人 她只是来我家 拜年 拜完年她就回去了 家人们 拜而年她就回去了 我你结婚了吗 接了 接了 你那里要几点天黑 我们这边应该是 八点半吧 8点半天黑 对 富哥他很适时 你永远爱你 多大的姑娘 你们感觉我像多大的 家人们 你们这样子看 就是看我的 就是第一眼印象 我们直播间800多个人了 我的天 800多个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 就是年纪像多大的 我年纪像多大的 家人们 对 就第一眼印象 感觉像多大的 30多岁 40岁 不是吧 没有吧 孩子他妈 我都还是个孩子 好不好 36岁 不是我真看起来 有年纪 看起来很老吗 家人们 真的说实话 50多你们是在逗我是不是 50多的话 你们应该是在逗我 哈哈哈哈 有人说我50多岁 对 拉尼呢 我不认识拉尼呀 我不认识拉尼呀 对 一眼看上去35 哈哈哈哈 我24 我24 家人们 24 24不符合我的年龄吗 看起来有点老了 真的假的 可能是风吹日晒的原因 风吹日晒 然后就感觉好像自己年纪很大的样子 是不是 欢迎大家 咱们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好不好 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 我看出来你很喜欢他 喜欢谁 你们看得出来我喜欢谁 啊家人们 老女人 没事 没事 嘿没事 你们你们看得出来我喜欢谁吗 家人们 我喜欢谁呀 家人们我喜欢谁呀 因为有一个家人说他说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他 那我到底喜欢谁呀 我到底喜欢谁呀 对 今天就喜欢 对 喜欢 喜欢副歌 直播的主题是什么 主题就是你打字 我说话 我又不是专业做直播的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在卖货 你问我直播主题是什么 我就是跟大家开播聊天 你们你们难道不喜欢聊天吗 你们喜欢 你们看直播喜欢看什么呀 家人们 就是你们看直播的话喜欢干一些什么呀 好久不见了家人们 我们直播间一千 哇一千七百多个人了 我的天 都是真人吗 是真人的扣个一好不好 因为直播间突然来了好多人 一千七百二十二人 是真人的扣个一 可以听到我讲话的扣个一 然后 在我直播间的扣个一 不是在门口的扣个一 有多少 有多少是真人的 扣二的是假人 全是全是真人 喜欢和精致聊天 对 我是来自四川省乐山市 马边遗族自县的一个 遗族自县的一个大三姑娘 然后你们 就是说有没有第一次看我的 第一次看我的有没有 唱歌 我唱歌特别好听 但是我要等到人特别多的时候再唱 好不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对第一次看我的扣个一 之前看过我的扣个二好不好 我们看直播间今天是老朋友多还是新朋友多 对 就是第一次看我的扣个一 之前看过我的扣个二 难搞家人们真的太难了 我发现每天来看我的都是没看过我的很多 就是以前没有看过我直播的然后今天是第一次来看我的 所以你们都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我上一场直播跟大家说了什么 我答应过上一场答应过大家的事情今天可能没有人记得了 对不对 富哥没有来看你吗 富哥他在成都 然后我让他先暂时不下来 因为我妈妈现在他不让我跟就是不让我去打扰富哥 就是不让我去跟富哥来往 所以我就让富哥不下来 就让富哥在成都 你们说不让富哥下来然后我去找他好不好呀 家人们表妹蜜蜜呢蜜蜜他嫁人了 蜜蜜结婚了 然后现在应该是跟他的老公在成都 对在打工去了 嗯 因为今天都爱笑所以有余 余伟文是什么东西啊 可否潜唱一首 等一下等我就是呃 跟大家聊嗨了 然后再给大家唱好不好 你妈妈为什么不让你跟富哥来往 嗯 你们有没有人知道的 我就是为什么富哥不让 就是我妈妈为什么不让我跟富哥来往 你喜欢富哥不 喜欢 你们应该也能感觉得到对不对 应该也能感觉得到 呃 我很喜欢富哥是不是 所以 家人们我有个打算 我想偷偷的去找富哥 你们知不支持金芝 怕打扰富哥 没有他21岁22岁了 支持吗支持我去找富哥吗 你妈妈应该是觉得门不单或不对 嗯富哥他就是我妈妈他对富哥是很好的 家人们就是非常的呃 对富哥就是反正就是非常的觉得富哥非常的好 而且是很喜欢富哥的一个人 嗯但是的话我妈妈他不让我跟富哥来往 不是因为我妈妈不喜欢富哥 也不是因为富哥哪里做错了 之前富哥他就这样认为的呃嗯就是当时能就是叔叔阿姨们当时你们知道我妈妈就是不让富哥来找我这件事的时候你们是不是也以为富哥惹我妈妈生气了是不是也以为富哥做错什么了对不对家人们你们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给你10万元的那个哥有联系吗就是富哥呀就是富哥那个真情分享你们当时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认为就是呃 肯定呃富哥不喜欢妈妈肯定是富哥呃不对不是富哥不喜欢妈妈是我妈妈不喜欢富哥 然后肯定觉得富哥做错了什么肯定觉得富哥人不好所以我妈妈才不喜欢对不对家人们是不是 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试得打个试好不好当时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的话这个事情我之前也很就是心情也很不好因为我也这样是觉得的我当时我也这样认为的但是我问了我爸爸以后呃是是这么回事就是嗯因为富哥他这一两年对我们家帮助也非常多对我妈妈也好对我爸爸也好还有对我的家人也好还有对我也好是嗯一个很就是很我妈妈是很认可富哥这个人做法也好 人品也好各方面也好都很认可但是因为呃我妈妈后面身体原因身体原因身体呢就是呃感觉好像他就是是我们整个家的一个累赘一样嗯然后又担心嗯就是有一句话说的就是我妈妈他们有一句话说的就是如果找对象的话肯定是因为什么呢肯定是因为两个人呃能越来越好对不对但是我妈妈觉得富哥人那么好他应该值得有更好的而且我在马边他在 成都两个人走到一起有点难所以说我妈妈就觉得他下来找我肯定会影响他的工作对你妈妈以为我配不上对我觉得我妈妈他觉得认为是我配不上富哥就觉得是我拖累了富哥所以让嗯富哥不要再来找我所以我现在我给富哥说的就是呃打电话给他说我说 你呃呃好好的工作而且这个事情我没有给富哥说我没有我没有给富哥说这个事情因为呃如果我给他说的话会给他会他会他会觉得无所谓然后嗯来就是嗯就就是完全不顾自己的事情因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也认可的家人们因为我会影响到 富哥的工作也会影响到富哥的事情然后他也会呃如果他知道这个事情的话他肯定会丢下他自己的事情然后马上跑来找我然后给我妈妈一个呃真正的一个就是嗯安心一样相对是这样子的你不干活关直播因为我是下班时间在直播家人们 嗯我现在是下班时间对有没有人知道富哥是做什么工作的富哥家里面条件确实很好然后我跟富哥呢也认识两年多了应该是两年多了因为呃对2000人了吗真的呀哇天哪没有点关注点点关注好不好没有给精致点关注的点点关注你们知道富哥是做什么的吗可以打在公屏上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是了解富哥的 富哥富哥人真的很好他在我们这边你们知道我们这边就是马边县他是以前在2020年以前是一个什么县城你们应该知道然后后面2020年的时候他才拖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东西所以现在是乡村振兴嗯这这样子应该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家的话呃我们马边的话有很多人呢可能就是呃会大人都会出去打工啊这些所以富哥在这边他会呃有就是 就是有那种专门去支柱就是去帮助的专门去帮助的人家富哥真的很好可能只是你们不了解他而且对不仅仅是对我很好真的他对呃就是就那种应该是善心善心十足对嗯马边线哪马边是哪个是哼你们不知道马边是哪个是吗对富哥是做8加1的8加1等于姐家人们哈哈哈 哈哈8加1等于姐给你妈妈点赞你们觉得我妈妈那个想法你们觉得我妈妈这个想法然后呃不让富哥来找我这个对不对家人们就是我妈妈的那个想法你们认不认可认可我妈妈那个想法吗就是觉得我呃就是觉得自己家里的女儿呃就是不其实也不是说我 配不上富哥其实也是我配不上他但是的话我妈妈是觉得如果我跟富哥嗯在一起怎么样他肯定会经常来这边而且经常会把呃心思放在我妈妈放在我们身上这样子会去影响到富哥的工作因为有一两个月富哥当时呢嗯在马边线住了两个月还影响了他的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事情呃可能就是毫不夸张的说可能是几百万的生意就因为两个月的时间 就这样没有了所以我妈妈也知道这个事情吗然后他就觉得嗯哎他就觉得因为富哥对他真的是很好不管是呃任何地方都是很好所以我妈妈觉得就是不想再去拖累他 就是因为我妈妈觉得以后两个人生活肯定是因为柴米油盐如果因为因为我呃两个人会因为因为我然后他的事情做不好的话那就是那就会觉得这两个人根本就不合适所以我妈妈呢他 就是希望还是嗯富哥好好的去做他的工作是这样的对不是啊那个那个人他只是来拜完年他就走了拜完年以后他就回家了然后没有在这边嗯感谢大家的关注然后咱们可不可以给金智挂一个粉丝牌啊家人们可以给金智挂一个粉丝牌吗结婚了你也去成都了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我想在家乡多陪陪我妈妈哦 有有一次我因为我没有在我妈妈呃你就是静的身边的时候我妈妈自己都晕倒了所以我不能离我妈妈太远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金智的处境和金智的心情 因为我妈妈以前为了养我们读书出去打工的话也不容易然后导致自己身体呢就是不好了但是我想多陪在他身边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还能陪我妈妈多久 所以我不能离家里面太久了是这样子的应该大家也能理解啊那个真情分享我已经回答你了 感谢三不叔叔还是三不哥谢谢谢谢送的热气球不用给金智送礼物咱们点点赞点点关注 我们一起把赞赞帆金智点点好不好我妈妈是想的太多了就是我妈妈是属于那种不喜欢去欠别人的那种 你们有没有这样子嗯去认为这样吗有没有有没有感觉就是我妈妈就属于不想去欠别人家的那种 对有吗 你们有没有这样认为 我妈妈认为的对可以带着我妈妈的所以说呀带着如果带着我妈妈的话你们也知道的如果带着我妈妈的话他肯定我妈本来就觉得我们家 富哥在我们家身上就付出很多东西了如果再带着我妈妈的话那你们觉得我妈妈会愿意跟我去成都吗家人们 换做你们家人们换做你们你们觉得自己的子女就是嗯就是觉得别人家付出太多然后自己的子女有点有点就是欠欠欠欠欠欠欠然后嗯就是会那种就是你们觉得我妈妈按照我妈妈那种人的想法的话他会去成都就是跟我去成都吗他肯定不会对不对 因为我也太了解我的妈妈了感谢清风徐来 谢谢不会如果妈妈一定不同意的话你怎么办 嗯我妈妈妈妈妈怕脱了 如果如果说下班了 嗯如果说真的不同意的话你家人们真的不同意的话我相信我我相信我会就是什么呢就是怎样去同意呢就是我让我妈妈觉得我可以去承担我家庭这边的事情 嗯就是如果说我呃就是嗯我的家庭不去依靠 然后副歌就是相当于什么呢出什么事情呃就简单的说通俗一点就是如果说我家里面 确实嗯在那个经济条件上面如果就是我能出什么事情呢我能第一时间嗯 拿拿出拿出来这样的话我觉得我妈妈应该也不会去反对 网红赢个收入应该不错吧网红就收入就好嘛我又不带货又又不是打PK主播的我 我只是跟大家呃聊天我又不是那种所以说你们你们就是就是其实做直播也好就是在网上也好没有你们就是想象的那么去那个因为我现在我又没有带货 然后我也没有去什么打PK让大家给我刷礼物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只是你要在利用这个互联网把互联网把直播当成一个工作这样子的话你才是说能挣到钱 但是一般的话像我们这种就是业余的只是嗯开播嗯偶尔开开播然后你自己有自己的工作这种是这么到什么钱的家人们 对感谢大家啊 问我个问题可以可以嗯咱们没有点关注的这里点点关注好不好我们现在两万多站可以帮我一起在公屏上点点免费的小站站吗 可以吗家人们 然后我给你们讲哦呃呃现在我对面坐着一个经历在那里所以我有点不太敢说太多话 哈哈哈哈你们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你们听到我说什么了吗 嗯